大家對我就說裡面的回答不夠的貼切 或者儀器有什麼不恰當 都聽到了 我也看到了 那我想我會持續的改進 臉書開張不到兩個禮拜 爆量湧近約十二萬人按讚 粉專版主陳時中 親錄影片感謝網友 空站高標已達標 陸站也要步步逼近 正式投入選站 陳時中踏進各區信仰中心 只是只有陸空站還不夠 連專訪話也說得很酸 說柯文哲平常縮嘴智商157 是小朋友在講的 那你認為什麼樣的智商 才適合當市長 不是說智商一側 你智商低 你這一輩子就完蛋了 也不是說你智商高 你一輩子就永遠飛黃騰打 柯市長他的見解蠻多的 那因為問的也多 那當然就回答的也多 只是說要選什麼 你就問黃三三 奇怪 每天來問候我幹什麼 太熟悉你們的戰法了 所以你們就自己去玩吧 或許柯文哲也知道 陳時中恐怕想靠打科氣漲 戰略讓藍白瓜分選票 進而從中獲利 也難怪柯文哲不給他台階下 他一開始還比較小心 比較謹慎 後來就明天我又大頭面 覺得是很厲害 所以比較沒有那麼用心 事實誠之中我就去問他 你高端疫苗 你真的吞得下去嗎 你要賺賺小錢就算了 怎麼會當時那黨BNT 這個實在是受不了 不要有錯誤觀念 疫苗是拿來打的 不是用來吞的 絕對沒有擋過BNT 曾經有人擋BNT 但不是我們擋BNT 北市選戰 演變成兩個醫生的戰爭 但被外界擊稱 躺平族的蔣萬安呢 再不爬起來 只怕不小心自己越來越邊緣 靜西惟 謝陳 郭彥廷 採訪報道